那我们先把上礼拜编译器的那个范例完成 那上礼拜编译器的范例只讲到语法的部分 但是呢还没有做程式码产生 所以呢我们今天把程式码也产生了 那让各位看一下一个比较完整的范例是怎么样 那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小的运算式变译器 那它运算式它可以把像这样的运算式呢 不只是剖析而已 它根据语法剖析完之后 它会直接把程式码产生出来 把程式码产生出来 那但是这个程式码是个虚拟码 就是中间码 所以它还不是CPU0的机器码 但是从这个中间码 你大概很容易就可以产生机器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的完整的内容 然后我们先执行一下 先执行一下 然后再来看说应该怎么样子解说它 好 我这个程式把它存到e-tunpilot.c 那我来自行一次 我来自行一次 好 我们看一下 e-tunpil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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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就没警告了 那就是最后一行没有换行 好 这样子有了之后执行完 编译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执行 那我就可以写随便一个运算式 比如说3加5减2乘以6 好 像这样 好 那你会发现 你用右上角那个 对 那个应该不是噴溪的 有应用机 上边 所以是镜头换 是镜头换 镜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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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范例就是我们把3加5减2乘6 这个如果转成机器码的话 首先它会用临时变数先存 让T0等于3 T1等于5 T2等于T0加T1那就是3加5 接下来T3等于2 T4等于6 T5等于T3乘T4就是2乘6 T5等于2乘6 T6等于T2减T5就是3加5减掉2乘6 所以最后产生出来的机器码 结果的目标是T6这一个 你可以随意测试一下 比如说3加5乘8减2乘6 这样子它又会不太一样 因为5和8要先相乘 那乘完再跟3座相加 所以它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中间码编译器 中间码编译器 那各位请我们稍微解说一下 这个中间码编译器与法跟我们上礼拜所用的是一模一样 那但是呢 基本上程式跟上礼拜的东西是很类似 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第一个因为它要产生出来的结果要有地方存 它存的东西我们用一个叫临时变数的部分来存 所以你就会发现它临时变数的编码从0一直往上边 一路往上边 那我们假设它不会爆掉 因为整数其实很大 4G的临时变数你应该用不完才对 那一路往上边 所以临时变数一路往上边 所以当我们需要临时变数的时候 我们就去用NextTemp去取一个临时变数的代号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 这个E还有这个T呢 每一个它都有回传值 这个回传值是什么呢 就是临时变数的代号 OK 回传值是临时变数的代号 那所以这个T呢 会回传T2 这个T会回传T1 都是对应它这个运算是临时变数的代号 那这两个已经都回传了之后呢 我们再取得一个新的临时变数 把这两个的加减结果 加减结果放进这个T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可以得到 就是说我把比如说T0 T1 相减的结果 然后放到T2 这样子 那所以你会看到像这样的 T3等于T1乘T2 T4等于T0加T3 这样的结果 那同样的这个T也是递回下去 那一样它也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那把F1跟F2 然后呢 它们两个运算的结果放到一个新的临时变数 叫F5 那到底是成还是除的运算 写在中间就可以了 那最后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碰到括号的时候 又会产生一个呼叫一次E 这又会再产生一个 传回一个T 一个临时变数的代号 我们现在在这里都是用临时变数 去做的 那唯一 不是临时变数的就是整数这个常数 那所以一旦我们碰到一个整数的时候 我们一样把这个整数呢 先筛给一个临时变数 所以它会产生 比如说T3等于5 这样的结果 所以你会看到T1等于5 T2等于5 都是从这一个最后F F这一个函数 里面的这一段所产生出来 OK 那请各位去试试看 我们已经上传到社团上去了 那这一个E compiler 去执行一下 了解一下它的程式的结构和内容 那这个结束之后 我们编译期就讲完 那我们下 接下来开始就要讲第九章